哇 这好像啊 这些都是力量 厨师兄们 大家好 我是老白啊 今儿这家店是一个朋友推荐的 大家不能说你让我拍我就拍是吧 他跟我说这家过了几种吃法是吧 还有知识 反正兴趣好像也不大 知道他发过的照片我一看 哇 所以我觉得工作这种事呢 这不能挑肥紧受 该拍就得拍 走 咱进去搂搂去 看这个中修啊 我感觉应该是个韩国风吧 还这种时尚的店 老板就跟傻子似的 说实话 嫂子脸在吃什么 我都不知道 嫂子是 猪蹄拌面套餐 哇 普遍178 里边有猪蹄 芝士 蔬菜 面 叫这个大糕条 加了一份芝士 201 芝士有点多吧 它不是单吃的 它是半饭 我知道啊 一会半饭 一会吃吃就可以了 我知道 我要牛一点 看着还不错 有一点我觉得 现在以后体感不是特别好 就是上了以后喝点什么也不管了 然后问了很多问题 不如我一个人问了 我作为几乎美国的同学问了 我觉得人家客人介绍一下 或者这贴的什么东西 我以为我爱吃吃吃吃 所以多要了一份 结果服务员跟我 曾经本天说这个 他说这真是不能生吃的 废话嘛 这边吃大了是吧 我多掉一份 稍微的黏糊一点 我明白这人叫三代家了 1970年开始干的 到现在干了三代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再船怎么办 改叫四代家了 看着还行 那我闻着很香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偏偏啊 你尝尝 真挺好吃的 有点 还点小辣 甜 咸 辣 三个味儿 整起这个酥皮比较舒散 肉保留的还比较多 这个辣还挺 还展示舒服的 跟洋葱 典型那种韩式 不是特别辣的那种 它辣的有自有味儿的 它的香 软糯 还保留了一部分肉味 这个酥皮吃起来可以 就供酒就好了 但是它这 只有小麦王 可以 都觉得不错 我估计这个锅的吃法 应该就是 汤越来越少 然后把猪腿吃完了以后 拿了个汤 蒜皮面啊 菜啊 最后剩一点汤的时候 把芝士炒个饭 还这么套流程 两个人吃我看得来 应该是正好 我看了看 这会儿今天呢 就我一个沙老爷们 几乎都是女孩子 女孩子其实口味也更重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女孩子 爱吃什么肥肠啊 猪蹄之类的 而且口味重嘛 你爱吃吗 咱们好像没有女粉 都是男粉 男粉也可以 你们都爱吃猪蹄肥啊 肥肠之类的 重口味的东西嘛 嗯 下手了 嗯 吃了 好吃了 女孩子 逐天去的 招呼蹄蛋白 甭信啊 招呼蹄蛋白吃下去 一点儿不糟糊 就长回到脸上 怎么可能 招呼蹄蛋白进到胃内 不说不消化啊 所以不用心内了 但是好吃就完了 又开了啊 下边 这个面应该是熟的 你一个十来两个小 白白利率 胡萝卜 土豆 豆皮 鸡油 存包肉 再喝几盒年糕 喝你打锅哈 烫了 咱们叉啊 跟小花似的 不跟着花似的 不是小花似的 咱这个沟千斤凌万组都涮了 没有汤 这下芝士 但是我很低贼 多样的一份 哪个发芸也没规矩现在不能下 现在突然不如意的下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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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辣出丝来 看来人家说的是对 听人家喜欢吃饱饭 这个汤差不多了再加这个芝士 好浓的芝士味 这你们看不见 这上面好多芝士 芝士就是粒的 挺苦痛的 还是年糕吧 还原白菜 你看 店骨也下了 店骨也有 弄大豆丝里 哦 看着还行呗 嗯 甜 嗯 甜 哎呀 这套餐里边只有一份芝士 我因为爱吃又加了两盒 所以我一共三盒芝士 尝尝人家给炒好了 看样子感觉不错 试试 哇 白饭洗碗的汤汁 浓浓的芝士 这个好吃 有个问题 最后一般都吃饱了 很有可能 可是错过这道菜 咸弄透着带着芝士的那个香味 奶味 嗯 很好 不错 周条锅的稍微有一点咸 面点挺好吃的 然后猪蹄也不错 叫软弄Q弹的那种 涮了各种样的菜 最后捞出来弄个饭 这芝士太关键了 两个人没有小片 他店子点餐 你会花了216 贵不贵 你衡量的 世界很复杂 至少在是猪蹄拌饭的时候 我们不会说话